接下来有请的这位小伙子 有一句名言 他说呀 结婚得趁早啊 啊 究竟趁早得趁多早呢 他是多大岁数急成这样的呢 来 掌声有请这位小伙子 全场教练 东北人就是吧 有没有没有交往后让 心灌光好奇观众 中东一门下的荣誠 东北人们接到万个场 东北东的温海东港的温妆 刚才西班伙就马上空快了 全场练乎才果然的女孩 大家好 我叫明轩 今年24岁 吉林长泽人 我的爱情缘是 结婚生娃要趁早 趁展年轻赶紧早 就急成这样了 是吗 是 你多大呀 今年是95年 数二 二十三数猪的 二十四 续岁数 95后 着急成这样 二十三 续岁二十四 然后呢 想告大 结婚得趁早啊 对呀 你现在算是趁早吗 还是已经有点晚了 嗯 我感觉有点晚 听你这么一说 我们压力很大呀 是 手里寄存的80后还一把呢 对 你这95后已经上来了 是是哈 因为我认为呢 早点结婚呢 孩子呢就会早点出生 孩子早点出生 我的压力呢会早点来 趁着我的年轻呢 多努力 多奋斗 把我的孩子早点养育成人 到了呢 我50岁的时候 孩子已经有一个 基本的生活能力和生活雏形了 嗯 不然我早点放松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 考虑得很长远 23岁已经想50岁之后的事了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你看 从50岁往回 就是倒着推 所以23抓紧呢 这小伙子这理论呢 就是告诉电视机前 还不着急找对象的朋友啊 95后她都认为自己晚了 是 赶紧抓紧时间吧 对 好 来看一下厂城市的一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选一中人 好的 接下来来看这小伙子的 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每周五都见青月快走 南五快走 人民大街快走 牡丹街快走 西民大街快走 各种街道各种走 各种商场各种走 没有走不到的远方 除此之外 我还加入一些快走团体 一有快走活动我就参加 每次走过四五公里都不是事 虽然满脚血泡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这个比陪女孩逛街更多了 陪女孩逛街就不是满脚血泡 那脚灯都要 我生活健康不抽烟不喝酒 曾经还当过兵 在零几年的抗公中 专门负责抗戌滑蛋 所以我能给你大大的安全感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理财销售 保险销售 月薪最低期限 鉴制了好几家公司 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竟应该多赚点钱 我觉得结婚要趁早 所以马上趁早 你好 文思 你好 小伙 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你可以陪你女朋友逛街的话 那你允许就是逛街的时候 他会让你抱着他逛吗 他那个 要怎么抱呢 就是背着抱 公主抱 什么抱 什么抱都要 先看体力好不好 能抱着动就抱 要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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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问你 你说欧亚去逛街 你就体力好 你就这么抱着 一直从一楼抱到六楼 一层一层过 那你毕竟不自己媳妇吗 自己不心疼谁心疼啊 小伙 这可不是体力的问题 这是一个眼神的问题 旁边人都得说 你看这么好个小伙 娶媳妇咋 脚好像有问题 走不了道 过去商场都得抱 王哥 你没抱过你老婆吗 文思 问题问得好 这也是我们想问 但是不敢问的 瞬间太尴尬了 但是文思 刚才你提到提给小伙的这个问题 王哥都这么多年了 也从来就没敢想过 在那样的场合还敢抱 那你回家试一下 然后给他推到购物车里 然后给他放进来 当宝宝 宠着 你回家可以跟你媳妇试一下 我不知道你抱起你媳妇的一瞬间 你媳妇能说你啥 我完全能预想到结果 那就是兜里一块钱零花钱都不剩 但是确实是 我觉得像你跟你媳妇就属于老 算是老夫老妻了是吧 其实是应该有一点像文思说的 这种小惊喜小浪漫 但是我没法理解的是 就比如说你要逛个商场 从一楼抱到六楼 这个 我就觉得超浪漫 超浪漫 好吧 这个 我这个年纪段理解不了 九五后的浪漫 小伙儿能接受得了是吗 尽量接受吧咱们还是 咱们别体力而摆呢 所以大家伙儿看完这个节目 就是说如果逛商店的时候 看一个男抱一个女的 不是腿脚不好 就是在浪漫 你们拍点发抖音 发坏手上都可以 这就是爱你知道吗 对 秀恩爱 我真特别担心 节目播出之后 你看明天吧 欧亚呀 中东啊 全都是一个一个抱着的 你知道不够浪漫吗 大家一起减减肥嘛 对身体更好 对对对